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风风雨雨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幸福 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民族大学经济研究学院的教授杨思远 杨思远教授请他就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里 就群众路线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下面我们就请杨思远教授 开始今天的思想交流和演讲 大家 谢谢 非常高兴在建党九十周年大戏的日子里 到我有想来做这场讲座 在庆祝中成立九十周年的国共当中 我本人没有写过文章 没有写过文章 没有就这个题目专门写过 所以当我收到说在今天晚上 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场这个讲座呢 我非常高兴接受了这个邀请 九十年的政党在世界上 九十年对于政党来讲 仍然保持这样旺盛的玻璃 拥有世界上最多人数和党员的这么一个大党 这世界上是少有的 八千万人相当于有法国的人口 很不容易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想我想党的九十周年表示祝贺 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所在 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啊 是源于两个问题 在建党九十周年咱们谈这个话题 也就是更加有意义 源于哪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党九十年来 我们党九十年来 它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今天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最危险的是什么 今天我听了这个 胡锦涛总书记 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这个报告 他把我们党九十年来 盖过为完成三件事情 做了三件事情 新民主为革命 社会为革命 社会为建设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为道路的开辟 三件事情 新民主为革命 社会为革命 社会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为道路的 改革开放式 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使中国摆脱了地路有列强的亲密 摆脱了半生命力 半分建设 实现了人民的解放 民族的独立 国家在走向富强 人民在走向富弱 应当说 成就是世界功能 是不可以富弱 那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你靠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 你靠什么 有的国家这个政党 它执政的时间越长 它接铁 对吧 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没有接铁 中华人物 为什么没有接铁 力量源泉使 这是一种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党执政也有六十多年 特别是 从最近 这二十多年来看 那么我们党 长期执政率中 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 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 我的答案 现在 就只有一个 就这两个问题 我就不至于它 密切联系群众 跟群众 保持血肉联系 是我们党的 非量的危险 而脱离群众 又是我们党的 这种危险 最大的危险 所以我今天晚上 我想在这个 九十周年的这个日子里 我想就这个题 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也作为我向我建讨九十周年的一个县 也作为我 因为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胡总书记报告的文本 这是听了一个 初步学习了解的一个体会 我想分两个问题来讲 我想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 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 之所以引领我们全国人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崛起振兴 它的源泉来在哪里 我先讲这个问题 我先讲这个问题 回顾九十年来 回顾九十年来 我们每次取得的成就 都可以说离不开人民群民党之事 我们党是深深地把自己的根 扎在群众党 越是困难时期 越是如此 我们党越是有创造性的贡献的时候 我们的成就越大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跟群众的根炸得越好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成就 我想这就是跟我们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政治性的关系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 但是在中国来讲 特别是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我们当时 déc 二十年来 中国国产地在人数上不是公主 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八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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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pose Hundred十亿工人界型 就是人数也不占ds 所以说 这个中国共产党具有共产党的一般性质 一般积极的现场 但是呢它前面有个中国两个字 就跟共产党也中国化了 所以中国共产党它有个跟中国国兴结果很紧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里面 在无论是在建党初期也好 还是在今天也好 我们党员的成分来讲 它并不是新一色的乌坛阶级 但是我们可以说 它是人民群众当中的先进分子 是人民群众当中的 劳动阶级当中的先进分子 这里就除了工人以外 农民阶级 小资坛阶级 甚至一些民族资坛阶级 出生于这些阶级 都很加努力 都很加努力 所以我们党呢 它是中国人以中华民族的先进队 当然它也是无产阶级的先进 这是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宗旨 这个毛泽东的其实为了我们党 规定了中国共产党 它的宗旨就是全英群的一个民党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深深炸民群的政党 只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 公民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 它的性质 它的宗旨 它的律师使命 决定了这个政党 必须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起 必须把自己的根 扎到人民群的民党去 越是这个枝繁叶茂 越要树打根深 这个根呢 就是老群的民党 由于党的 它自身的特点 决定了 必须扎成民群 所以说 在新民主义革命也好 社会革命也好 社会建设当时期也好 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也好 凡是我们做的成功的 凡是我们取得成就的时候 都是跟 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 我们俩也犯过错误 今天我看警察同志 在报告了 毫不顾眼 犯过错误 就像一个人一样 如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但是 我们党能够自身改变错误 为什么 还是因为我们的 扎那一群 扎那一群 我们先回忆一下 新民主义革命的革命时期 当时我们党扎根一群众 两个方面 我理解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路线政策 反应群众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展工作 在落实我们具体任务的时候 丝毫的力量 丝毫的力量 开展社 我们都知道 我们党21年建大 遇到的第一个大挫折 是在27年 当时我们党发展到了 三万年 那么经过这个斯伊尔政变以后 党的人数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是我们党预夺第一次打错误 那么经过八一半章集 广州集 秋州集 我们党独立的领导 这个人民军队 那么开展新民主义革命 领导会从27年开始 我们24年到27年时间 我们曾经跟国民党合作 又斩碰过北法战争 那是我们党实际上也是一个领导 但是跟斯坦尼政党 当时是联合的 那个时候北法战争的时候 我们讲就是一颗群的 北法战争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叛变革命 对吧 国共还是联合的 为什么北法军所到之处 受到人民的欢迎 因为当时的路线 国民党的纲领和我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导 是一致的 是吧 我们的路线是一致的 仅仅依靠人们的支持 所以北法军所到之处得到了民主的欢迎 那同样的这个北法军 到斯亚菩萨以后 郭米党这个军队就不行了 丧失了人民军队的支持 从他的路线方认政策上来讲 从他的这个部队的这个 这个经济基础上来讲 整个国家政策的经济基础上来讲 他都开始发生变化 他都开始发生变化 要是力量比北法实际力量更强 对吧 但是就是江西的 几万人呢 那个同军 他就 几次围剿 他就是消灭不了 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讲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 特别是在警察和斗争时期 我们党开始系统发展自己的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 我觉得是真正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当时几乎可以说天天都在打仗 天天都在打仗 天天都在打仗 毛泽西来不起从心 1936年 当时长城到了山北 毛泽西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说 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争品 在这本书里面 虽然是在延安写的 但是它直接是为了总结前十年 在中央孙区 包括在长城路上 总之是第二次国立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里面毛泽西就仔细分析了 为什么我们在江西几次 这个国立党军几次围剿 我们都能取得成功 有很多军事上的人 战略斩出他 但是毛泽东总结局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入地失败 敌人都在江西期前 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 敌人强大 红军弱小 敌人强大 红军弱小 我们怎么能战争强大的敌人 你不能跟人应拼 五次白红枣失败你们应拼 毛泽东不去跟这个国民党人应拼 先是什么 先是诱敌 诱敌的目的是什么 是分敌 诱到根据地来以后 诱到苏去以后 把敌人分成敌人 所以一开始 红军很弱小 但是也要分兵 分敌是诱敌 分敌人 一旦把敌人分开以后 红军迅速集中 集中优势 所以诱敌深入 然后再集中优势 一步一步地打 所以在每一次战争强大的 红军虽然弱小 但是兵力还是决定是战略的 战略的 所以叫诱敌深入 那么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阶内 几次围角气盘的都是战略的 虽然每一次的具体情形不一样 但是从战略思想上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番毛泽东总结的说起来 诱敌深入要达到 他提出了要达到六个目标 而且说这六个目标里面只有 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 在诱敌过程上 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 才能取得在这场战役当中 我们红军这一方面才能取得优势 他提供了六条 第一条是什么 叫在诱敌当中 要赢得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这是第一条 因为你敌人从白区过来 进攻苏区 你把敌人诱到苏区内部来 因为苏区是经过我们土地改革 经过我们这个政权建设 宣传 革命 这个政府宣传 这个群众都结束了我们这个革命的这个思想 通过土地这个改革的话呢 实际上也尝到了这个革命代理的田图 所以他是支持 把别人诱到这个地方来呢 上去就诱到人民的黄山大海上 所以毛泽讲一旦诱到苏区内以后 那么 就能够找到援助红军的人 这个你要是说在外星作战 早期要在外星作战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第二个呢 要找到有力作战的政地 反正又进来以后 你找到好打的地方才打 这个政地要合用 第三个呢 红军主力要全部集中 你用了以后 我要便于我迅速集中 在每一次战役当中取得这个 取得这个优势 第四个呢 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就这几个你们先找柿子找软的 你知道哪个软哪个人 那你就找不到 你找不到 第五个呢 使敌人疲劳垂丧 一个优敌他带着道夫在山里转来转去 又让他疲劳 肥得脱瘦 瘦得脱病 病得脱死 这有个脱的过程 要使他们感到沮丧 第二个 就使敌人发生过失 又疲劳了 又沮丧了 又遇到了种种困难了 在这六个条件里面只要找到来 其中毛主席高度重视第一个 他就只要把敌人又到解放区里边来 又到苏区里边来 中央苏区里边来 第一个条件 而且他说这个第一个条件呢 对红军最重要 其中 四五六 你要发现敌人不过来 谁发现 群众发现 这报告给你们 使敌人疲劳沮丧 为什么 靠我们这个 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敌人疲劳了沮丧 靠群众 通过群众去了解 第一个 当时的反国家的宗旨会叫陈明书 陈明书 他就吃足了这个 这个右地深入的苦头 他说 我们进了这个苏区以后啊 进入这个 当然叫匪区 是吧 站在他那里上 他进入匪区以后啊 他说这个国军呢 处处黑暗 红军呢 就是处处光明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里面他就变了瞎子 老百姓都跟他 竟跟他讲假话 啊 而且敌人的这个 这个情况 他很快就没清楚 他说 不可能 一个小孩送的水 跟我们喝了 就把我们多少人 多少条枪 点了个清楚 告诉红军 一下吧 我们干掉 就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可见当时红军 弱小的红军 之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呢 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敌 自己力量的敌人呢 这就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啊 我想这本书大概有时间 回去好好看看 这个里面 与其说是我讲的 与其说是毛主席的军事 斗争思想策略的伟大胜利 上次的背后 他之所以有这个 他有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离不开群民的一些 啊 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啊 所以这个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这确实做到了一点 啊 那么群众为什么他 他就向纽红军报告敌情啊 敌人的情况他为什么就告诉你啊 他为什么不把红军的情况告诉我们 国民党的原因啊 那凭什么啊 那就是因为在井冈山山的斗争时期 所有的斗争都是 为了群众的利益 保卫群众的利益 这点到的现实 啊 愿意跟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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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的根据的建设 跟我们的那个 土改大土和分禁地 这些人在一起 啊 那你想想想 他甚至把自己的丈夫 把自己的儿子都送到去参加军事 那你想想 那国民党的剿灭 那他当然是帮自己的亲人体制 所以真正做到了这个 这个红军事件 就真正是人民子力兵 这人民子力兵 并不是出生于人民 就是人民子力兵 是指你这个军队作战的目的 你所服务的对象 你的陆军政策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民才能帮你 至于其他消息啊 给他带路啊 骗敌人啊 这些东西 骗敌人 这些东西都现在在做保障 啊 所以我想这个 在十年井冈山的斗争世界 之所以你取得 已富了胜强 已少胜多 很多人都认为 毛利思想会大 军事思想会脱越 这个固然是一方 但我对这不是根本 根本就是抓住了权 抓住了权 没有群众的故意 你有那个思想 你很难去见 你实现不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讲 第二次国立革命战斗时期 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金刚才的斗争 还有一个是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你看 就不一样 当时五次反攻降失败以后 长征上面就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苏区了 那么 那 两大五千里长征路 所走过的大部分地方 先前都没有 没有群众计 所以在长征路上你看 红军做战友 那就是像陈明树讲的 这个恐怕是轮到红军出处黑暗了 啥的情况都不了解 你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乡将战友 后来这个尊与不一流的组成战友 都不知道别人有多少 有多少部队 对吧 那就是 那就必须打 不然就会被消灭 那乡将战友 八岸红军一战下来 就不倒散 就像这样的战友 再有一场 红军就彻底麻 不了解几千不可 战友越打越硬 越打越难打 人员越来越少 商员得不到净之 明保不幸啊 急啊越来运 为什么后来 这个长征路上 啃树皮啊 吃草根啊 是不是啊 为什么到这种状况 这么这么艰难 无命看 那也是因为脱离群 那为什么 当时都不发动 因为在长征路上 都没那个条件 从其他在这个地方 待个几天 你不能待十年 待十年长了 别人一发现 这就很危险 必须就平反 转移嘛 大转移嘛 何况在尊业会议前期 是大逃跑 是不是啊 百万安全的 没有安全的地方 因为蒋介石 几十万军队 围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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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安全的地方 所以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 我们停下来 有认真的放手 发动群众 搞那个部队 那不可能 那只有在这个苏区才有可能 到延安咱们情况 闻一下来以后 才有可能 再捡起这一套 再捡起这一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第二次 布里根治战争的时期 它有最大的就是 正常两个方面 红军越战越武 越战越强 然后 遗手甚多 那都是因为那些军队 长征为什么 人越高越少 越来越困难 就是因为变藏人 脱离了手 这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抗日战军时期 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什么 抗日战军时持续战 当时我们的军队 八战军也好 新四军也好 力量也不大 八战军才只有三个十分 三个十分 当时我们主要是开展的是 敌后战场 这个敌后战场 你想想看 就是更离不开 人民群的支持 现在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都反映这个抗战时期的 恐怕这个人民就多了 最多了 敌后战场 你要开展这场战场 毛鲁锡政策 革命力战争是群共战争 只有动员群共才能进行战场 只有依靠群共才能进行战场 确实是这个 确实是这个 当时这个 这个 这个 日本鬼子 他在军事实力上 比国民党还要强 武器装备更新强 武器装备更新强 那不依靠群众 你那个敌后战场 根本开平 根本开平 就是靠群众 不断地发动群众 可以说把 共产党发动群众 起来抗战的时候 可以说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都掉进去 我们今天再回忆一下 你看 山区 我们发明了 山区游击产 发明了笔类产 湖区有叶民队 铁道上铁道游击队 草原上有闺民支队 这就共产党国队 后来我想想 最困难是平原上 因为鬼子望远镜很远 枪又准 这辆 这单背心的素质又高 平原上 一望无级大平原 最容易消遍你的 咱们八路军 那几乎就成了火把子 所以这地方其实是抗战的最困难 发动群众 搞了一个地盗战 地盗战的成功 我最后发现鬼子到中国来 中国就这么几个地形 不是草原 就是平原 不是湖区 就是山区 现在每个地区 都有发明了 打鬼子的具体办法 你把鬼子来 总要带个地方 你不带在山上 就带在水底 不带在草原 你带在平原 你都不可能选择办公主 是不是 你带个地方 就有一种打你的办法 这个办法怎么来的 你看毛泽东 中文的持久战里也没有这些东西 这都是群众的创造 群众的创造 我看那个地盗战的时候 陪着小孩看 小孩就钻来钻去就挺好的 实际上那里最大的创造 最大的创造 最大的划敌人的长处为他的劣势 划我们的短军为我们的长处 这个没有群众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个地盗本身的发展过程 从一开始的苍生动了 和后的战斗地盗 这个发展的过程没有群众的创造 不可思议 那时候你看咱们搞游击战啊 麻雀战啊 一两个八路游战 一两个五公吨员 你凭什么你 啊 游人有余啊 在群众当中 那真是 走到哪里 这啥样子带着有吃有喝的 那凭什么啊 一个抗生 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力 更不用说符合我们普通 广大的公民群众 劳动阶级的利益 这就是最热门的 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最大限度的支持 不光是吃啊喝啊 仍然像冯军实行一样 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 送到八路军军去 我觉得这个抗日战争啊 八年的艰苦抗战 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靠权 如果说在这个 金刚山的斗争时期 我们是以弱生起来 那抗击日盟为益 那更加是以弱生起来 都离不开全方的支持 都离不开全方的支持 所以毛泽尼绝对反对那种 单纯的军事观点 不要根据地的观点 脱离群众的观点 就坚持反对 是吧 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人民群众的抗云的提醒 我们在路线政策上 都做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 把过去的大土耗分店地的政策 脱盖政策 盖成建筑建西 是吧 最大限度的调动中国的老百姓 甚至包括一种开云地 就让参加抗云 所以我讲 从这两次这个中 这个中 新民主义根本当中 我们党领导 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来看 那都离不开群 这个可以说是 强大的敌人 两个 一个是中国主义 一个封建主义 外洋政策的武士 就是最强大的敌人 而且党在初期领导的力量 都是很弱小的 非常勇气 没成功成功 就是群众勇气 所以我们说 群众勇气是我们党的生命气 我们党能不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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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作为 能不能长期执政 关键就在这条条 关键就在这条条 那么解放战争 那就更不得了 更不得了 规模更大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 可以说是全国展开 因此也就在全国范围里动员 全国人民参加上市 这个我看了一个材料 看了一个材料 三大战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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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群众 遼省战争 主要是这个东北人民 淮海战争 主要是这个 山东北 安国人 那么 平津战争 主要是咱们 河北人 就是巨大贡献 巨大牺牲 几十万 几百万民工 支援前线 出了多少担家 多少副飘子 多少副牲畜 是吧 多少副牲畜 运了数以一吨的粮食 蔬菜 猪肉 远远不但往前 上千万吨的枪弹 这些子弹 手游弹 军火 咱们没有火车 咱们也没有汽车 咱们就是东北小车 所以陈寅元他想 那海外战役的声音 那是东北小车推出来的 所以毛鲁也担心这个问题 就这个战役 这么打下去 我们群众还有多少美丽 那真是人民群众 这个几个省的人民群 应该是轻其所有 不光把子 把把把轻壮送到前面参军 那父母的儿女的老人 全部处理 全部处理 所以我想这个一场新民主义革命下来 我总觉得看那一首电影 那一首电影 我总觉得很感人 即便那一场革命没有成功 我觉得那很感人 一个政党 能把全部人民给动员起来 去从事一件事情 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古话 人心其太善一样 要是三座大战 新中国建立以后 更加强大了一个敌人 美帝国主义 你看法军桃源战争 这是一般人讲的 和毛泽友一天大勇 肯定美帝国主义 一出兵抄袭 咱们都给抗原抄 做重的大部分 实际上毛泽东 过后 他的思想就在政權上的 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他背後站著了 死命有千萬萬 全部人民支持他 最弱、軟弱的一個人 後面有幾十幾個人慫恿著你 你也敢往前走進 是不是?何況現在全國人民站在你旁邊啊? 是這麼多概念 所以,咱们可能比较轻视,比较重视,好像以为领袖人们拒绝领袖,毛主席伟大,毛主席万世人之类的 实际上,毛主席他伟大,他有力量,他大气磅礴,那都会有支持的 他在江西日出被解雷军权以后,没人支持他们 门可罗雀,是吧,像死了人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去,他在信念那些也很过谋 人世人都是这样的,没有缺,归路上门啊,你这个没有人支持 再霸气磅礴,再霸气磅礴就不行 所以我想,这个几次新中国革命,包括新国建立出席咱们这个抗免 没有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大天下,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我们还要反思一个问题,反思一个什么问题 那你当时国民党军队,他已经拥有全国政权了 要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最有条件 对吧,他不是有条件 他要给群众一点什么好处,他这也可能没有 但他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 他做不到,与国民党这个政党的性质和政治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就武装起来 作为中国老虎大共产自己的政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这个阶级性质如果丢了,也不可能是联系这种群众 所以不同的政党,并不是理想严育能够严育 毛泽东也能看到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喜欢很多人 他的战争是人民战争 他就想跟群众在一起 谁要把他跟群众分离了,他就不够 总喜欢群众,各个人群众大流言,三交九六 什么样他能不能跟他打交召 因为他要发动群众,还依赖群众 要通过群众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人啊,领袖啊,他不是领着别人吗? 你得跟人在一起,你才能领着别人 你整个不跟人接触,你咋领着人民呢? 所以我们说毛泽西按照党的领袖啊,按照地造了任军队 地造了中央人 其实毛泽东这些都不重视 他最重视的一个头衔是什么?人民领袖 这头衔他其实很堪执 其他的,他的觉得都不稍微 你没有人民,哪有共产党?哪能建立共和国? 你没有人民支持,你的解放军就能打圣仗啊? 所以他把这一点看得是非常重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西是这么重的? 这个群众这一讲,毛泽西心里有我 对吧?所以我们心里也有毛泽西 是这么个概念,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写篇文章里面讲什么事 美帝国内发动的这个战术性 在中国这个战术性 为啥个性 他把文化战术学了毛泽东 毛泽东他也不躲在大山里面 对不对? 他也不躲在防空中里面 他在人民心中里咋的 你要把所有中国人的心给挂出来 如果你美国人坐在这一条 你可以把毛泽西也挂在这里 你只要坐不到这一条 那反过来我们又要问 那毛泽西心为什么在人民心中? 那毛泽西心为什么不可以在人民心中 那就是说你诬陷你的政策 你也得想 这是互相的 这是互相的 所以在人民心中当中他就是神 对不对? 你看那个出租车司机 他就挂个毛泽西 他觉得他挂这个他就安全 实际上挂一个不挂一个什么关系 你安全不安心 你真有关系 他就是一种信仰 能保佑他吗? 他就觉得能保佑 他挂了他心里 人心比较安定 这不是也有利安全吗? 从这个意外 还是有一点实际作用的 不能讲关系的作用 现在踏实 踏实吗? 对不对? 他肯定可以起这种作用 咋不起这种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用毛泽西 领导国能党始终把自己的根基 炸弹在群众当中是有关系的 但是 真因为在群众当中的基础炸得这么深 我们的革命 从一个生命走向一个生命 终于我们走进了北京城 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我们就取得了成功 取得了成功 就证明了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党有力量就是因为那些缺乏 那么进城以后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这党有执政 那你说执政遇到最大危险是什么? 那我讲第二个问题 我们党执政遇到最大的危险是脱离权 我讲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是正反两个方面讲的一个问题 成功是因为联系权 你执政你弄得不好倒台 你就是因为脱离权 你问题执政越来越多 你维稳越来越难维稳 你也是因为脱离权 就是这个问题 关于我们党长期执政 遇到的最大的威胁 对这个问题已经为达好了 可是不一样 有的人说 关键在于党能不能与时俱进 有的人说 关键在党能不能保持先进性 有的人说 腐败是我们党长期执政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但好多说法 对吧 好多说法 有的人说台湾问题不解决 中国共产党执政 长期执政 是吧 有的人说美帝国主席的干涉 这个我们的外印 是吧 有的人说市场经济 火力共产党执政 还有一个咱们昨晚强大更多的就是 如果我不兼致公共产党主席 我们俩不可能长期执政 这些说法 不能说不错 都不一定的 但我觉得 在排列上 它不会成为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威胁 就是德国 其他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标 你比如说腐败问题 你为什么要腐败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你心里已经没有群众 你才会腐败 你心里有群众的问题 就是你的已经 不说路向方向症 就是你这个腐败的这个观点啊 党中干部 你心里一定是突然群众 你心里已经没有群众 第二 在你做腐败的过程当中 群众不能接触 总之你是脱离群 就这样 如果你仅仅是心里不装着群众 群众还没监督你的话 一时你可以腐败成 你要是从几十万到几百万 几千万上亿的态度 那肯定也不太容易 群众眼睛血亮的 两条里面有一条 腐败都不至于有今天的颜众 所以我觉得腐败之所以啊 会出现本身是脱离群众的 两个脱离 思想上观念上 就没有 就没有群众了 第二个在工作当中 也就是脱离了群众的建筑 现在不是联系群众 群众去到政府大院去找你 你进门都很难 你咋能啊 这个执政还能 怎么可能长期啊 你可能说长期执政党 根本就不会担心我这个执政 能不能长期的问题 对吧 凡是要提出 怎么样才能长期执政问题 本身一提就不太可能是长期的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那为什么就是你已经脱离群众了 你已经感觉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威胁了 你看金涛通提出这个四个威胁 我觉得只有一个威胁 这四个威胁 包括一个就是脱离群众的威胁 就是这一条 这是唯一的威胁 有了这一条 那都不是威胁 外部的干涉那是威胁 史上新东国刚建立的时候 我会讲 那个美国人 就想颠覆我们新军权 那不威胁 那有人民群众支持你 有什么威胁 你放心 你总不能把四五千万朋友都杀光了 日本人就没杀光过 杀了三十万 一直在南京城就搞了三十万 那最终也没打败 最终也没打败 今天仍然是这样 你别想什么复杂呀 男孩问题很符 别想这个问题 最复杂的就是一件事 也很简单 你又别群众支持 又别群众支持 这个涉及到民族国家的一致问题 我相信 学生们一定会支持 一定会支持 现在咱们再逃一万 明天早上咱们就有几率十三万亿才卖 你一个人逃一万 你十三万亿 十三万亿 你要多少航母去买 我们现在比较分 美国三万亿 三万亿算 三六十八万亿 对吧 你逃一万亿就把这东西去解决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分钱没 也就要拉到外 这都不是这么大不了的事 你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 很容易解决 很多事你看得很难 就是因为没有群众 所以新中国接入以后 我们党开始执政以后 我觉得最大的危险 不是腐败 腐败是雕 脱离群众是什么 脱离群众 就能够遇到什么新问题 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 最大的新问题 就是执政才容易脱离群众 对吧 支持个新问题 因为你过去在野 你闹革命 你不在群众当中 不动于群众 你就打不赢 你本来就是弱 大家还不支持你 不就更完了吗 所以你天然要求你去 把那性质要求你 可观的斗争环境要求你 必须给你去 但是一旦进到成了 对吧 一开会 你都坐在台上 你高高在上 你没有说一开会 你到群众当中去 他不是这样子 政策是从上到下 另行进行 你都来这一套 所以最多的脱离群众 高高在上 这套 因为成功 所以人民拥护免 因为人民拥护你 你就会叫 最多的脱离群 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 其他的危险 都不是真危险 我就是那些危险 有的是因为脱离群众本身造成的后果 他不能跟脱离群众这条相提定论 不能跟这条相提定论 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 脱离群众 不讲学物名 叫鱼水的关系 是吧 鱼水的关系 他们就没有鱼水的关系 这个水没有鱼 它可以照样带着 这个鱼没有水 它一定可以带着 你也可以带着 是这么的关系 是这么的关系 那么还有说先进性 现在这个 只要搞到党的先进性 我们就能长期之争 我认为这个观点也是 先进性实际上是 跟我们更多的理解 应该是把群众当中的先进分子选拔出来 先进分子选拔出来 这当然是必要的 对吧 但是这不是根本 这不是根本 那你单纯强调先进性 脱离群众的先进性 就是精英路线 它不是群英路线 那现在能干的多了 那都为自己干 那干的越多就越脱离群众 所以精英路线不可以做的 不能乱走 走得不好就脱离群众 走得不好就脱离群众 所以我觉得保持先进性是必要的 但是比保持先进性更重要的 恰恰是我们的党 乍兑群众 跟群众的与水关系都恢复 这样才有可能 你看过去我们刚才讲的 你跟群众的关系是与水之而吸引的 你联系着群众 群众自然会把 群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父亲送去当公主 为什么丈夫不把妻子送去当公主 儿子年轻的状态 丈夫能干了 所以他们把他的先进分子送出来 自宗就把他送了 今天就不是这样 今天他不是 先进性不是保持的 这咋搞事 只能保持跟群众的联系 群众自然把他的先进分子送出来 另外 什么也叫先进 谁不先进 这也不是你说的 叫先进就先进 那现在咱走上层路线 花人钱买个官 走着上层路线 老同学老朋友老乡好 这些都可以走 他走先进去 或者咱们从现在就是看门品 对吧 博士博士后 这到底了吧 这种先进 那也不行 这个先进不先进 所以你还看群众 群众说他先进性 所以我觉得保持党的先进性 我觉得不是错的 是对的 但是是不够的 你必须是群众路线时 保持先进性的根基 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到关键点下 没有说错 说的对 但他们没有说到根本 根的方向 我一概讲我们的党是 是 知凡业茂就需要续大根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再说一声 为什么我把这个群众路线 我觉得是 脱离群众是最大的问题 其他的危险 都不是很重要的危险 有了群众这一条 其他的危险可以把它换解 我刚刚讲到腐败问题 先进行问题 市场经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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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为什么执政进来 为什么执政进来 因为市场经济只认钱 你不认人 对吧 我到医院去那时候 我记得我母亲那时候 以前已经过世了 那时候病了的时候 我到医院去看 那个钱 那个钱 这个 你交多少 第二天也没有 我就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每天交一次 有一次呢 因为我到医院早上 十点钟就去丢管 照顾病人很辛苦 就去吧 去吧 去吧 平常正常是八点钟 就应该把这个液梳上了 那十点钟就说 今天药梳完了 哎 那个护士站 你到护士站再去 我到护士站 那我交钱 我说 你怎么把药收上 他说 你钱没了 你钱没了 你也不能把药断了 这个治病了 对吧 钱没有了 人中央 再说我没有缺 我哪天缺你缺 他说昨天没有我通知你 我说通知了 我就来晚了 他说 这是你母亲 跟你母亲治病 你还磕磕磕磕的 你一次交十万德了 那王母亲拿那么多钱 我说 你们底下的这个牌子不行了 救死扶伤 实现革命比人到底 你以后赶紧把那牌子扯了 救钱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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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反革命比钱到底 你这 典型就这种情况 那他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 对吧 对吧 在这前面一分钱有个欠你的 就是今天我晚来一点 你把人家医药给停了 要我今天晚上来 那天死在这你就不管了 是这个意思吧 你还要医药吗 这人都是有感情的 你完全去认钱 医院就完全认钱 医疗方面不这样 其他办法不都要 上学也这样 交不起钱 交不起钱 你考不考 你考的清法考的匪大 你考哪里也没用 有了钱你没有考取你 照样可以上 你这 这就是市场移民 这种市场移民 你把二人来一执政 那并不是因为搞市场移民来一执 那是因为你脱离群众 你不重视人了 不重视群众利益了 你只识过人家要钱了 对吧 所以就盼了 我们这个市场经济 也没给我们打 提出什么 长期执政 提出什么多大挑战 只要你跟 实施处处提老百姓 你要想着老百姓 没有钱 能不能住上马 老百姓没有钱 但他可以有病 能不能给他治 对不对 你把这事给起 那不能打折折折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挑战 没有什么挑战 没有什么挑战 所以说我想 市场经济问题 保持现金经济问题 这个 这个 腐败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不是我们长期执政 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是特别的 这个问题是特别的 我们这些年改革党有成就 凡是有成就的 这些问题都是 像民主跟民主 社会的根本时期一样 都是照顾了群众力 你只改革党有成就 而且你去有些好的想法 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 这个科班家不能一笔谋杀 二不一笔 你想想看 其中哪个地方成就比较好 我们就以家电城堡来讲 家电城堡 之所以当初是 就是农民群众的拥护使用 群人有那个愿望 吃不饱肚子 你看这个集体经济的搞 他吃不饱肚子 确实吃不饱肚子 所以偷偷的搞 他有他的合理性 你顺应了他的原因 二不一解决温饱问题有用的 那现在今天不是解决温饱 温饱已经解决了 今天那个小农经济 他不能 他不能 不可能为人民群众的解决住房问题 解决治病问题 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不对 有毛泽东时代 修着大江大河 大水库在支撑着 你有一点有 有点汗灾 他可以抗汗 有一点红帽灾害 他可以蓄洪 他能解决 那你经过三十多年了 现在这个 集体经济石油的内容就没有了 集体生态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灾害 自然灾害也难抗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小农经济 你就要考虑改革了 曾经正确的问题 不得今天正确 今天老百姓有新的愿望 所以路线政策的调整 应该是根据群众的愿望的需要 没有任何理由说 我们家人他妈再坚持五十年 坚持一百年 两亿多农民工走出土地 这就由世界人脚证明了 这个城堡 这个小快途的小农经 已经不能让他出土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成功 他为什么离开呢 抵御不了市场风险 抵御不了自然的风险 所以我们这些人 你看 年年年就是抗洪了 抗汉了 毛泽东时代一开始 新农末段建立初期 也是不停地有大洪水五四年出来 那么经过后来 长期搞农天基本建设 搞水平的形象 那个所谓的百年不遇的汉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现在又越来越多 这就证明小农经济不行 现在就应该走合作化的道路 搞合作经济 发展集体的地方 这是很多 这是阶段性的阶段 这就是群众的利益所在 你做了这个人就能够 在一定阶段 你适合群众 你比如说 该情况初期 咱们允许非公共的经济一定成功的发展 是吧 在当时没有经济发展 几个人带业的问题的时候 允许各地经济的发展 它确实是有它的差 到今天来看也有它的差 你早上出去吃个煎饼 你不能搞一个全国性的 全民所有的企业 咱们早上探煎饼 油条炸几个 果子做几个 西盘弄几碗 确实没有必要 这就是个各地经济发展 你搞看 哎 一搞 哎 它就挺好 生活也方便了 生活也改善了 它有了 这就是群众力所在 这个政策就是成功的 今天也是成功的 所以说 有些左派人士 只有高公主制经济 那也不对 不高公主制经济 是不对的 只高公主制经济 那也是不对的 你不允许高公主 各地经济 一定程度上允许四地经济发展 都是不对的 对吧 你得适合群众的需要 你得适合群众的需要 所以讲 脱离群众就不行 那么改革三十年代 我们在有一些方面 我们觉得 还有相当多的部分 应当说是 还是反映了我们群众的利益 依靠了群众 推动改革 这一方面效果也会比较好 但是不可否认 那么有很多的制度体制政策的出台 那是威逼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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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逼群众的利益 那是威逼群众的利益 你比如教改 教改是一个意思 教改就是说 你能上学要花钱 有钱的人就能上学 你没钱的人就能上学 有钱的人他不上学 他也有问题 有钱的人他就可以上学 你有钱的人就是有学问的意思 想上什么学院 所以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 我经常到民族地区去搞定 民族地区是很穷很苦的地方 你的家长的孩子考上大学 就是悲心交集 既高兴 又难过 高兴把孩子这些年龄烦的 难过的时候 没钱工兴的方法 这很多 我写了几本这方面的调研报告 大量的我走村刷户去做调研 就是这种情况 悲心交集 既高兴的功兴 那从这个考生自己来讲的话 构是这样的 有的孩子就是考虑了大学以后 看到父母很难 就自己留下来 在家里中 我去东乡就考虑了 就是他 这都干了多少年我们去 还落着泪 也给我们讲起这种事情 想起这种事情 那你想想过去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决裂 是吧 那上大学就看你手上有个老姐 你是不是劳动人的 那是可不过你再有个一几个人 就有多少钱 对吧 你只要是劳动人的 你就上大学 这个 当时今天能不能这么搞 那咱们可以探讨 但是有一条 没有钱上考上大学 你应该能上 这个 你像咱们 电视上乎有的 这个那个 相当多的人 做不到的一条 真的做不到的 对吧 全国 你让他搞两个人 没有钱也能上大学的一些 学校被节眠 不几个问题 你记得库尔班大书 那个新疆到北京城 见毛旅行的时候 那干三五年 那不过攒一点钱 才能执费 制服器的路费 你光把这学费里面了 那路费怎么办 那书伯没怎么办 到城里生活的费用怎么办 他是小红经纪以往来地 他哪有钱啊 他就是解决 小红经纪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我们想问 他下路再发展 娶媳妇盖房子 上学啊 看病啊 这些东西他都解决不了 把他都解决不了 所以你 这个时候 最后你拖进去 时间长了 老百姓你讲 我们也有 教育制度 还有改革 不光是这一块的 教育制度改革 现在他们不停地扩张 不停地扩张 大家说都有机会上学好 那大学毕业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啊 研究生毕业以后 找过工作 我代言的行 我说一种倒是 每年在纪念 五个 找不到工作 咱们就推荐 咋推荐 再度国师 有一个考虑的国师 对吧 国家有几点鼓励 这个上学啊 上学以后 憋着说了 如果要调及就业愿望 你就不是疯了吗 你怎么说 对吧 你何必要扩张啊 你何必要培养 既然要降低就业愿望 你不用培养它 不就行了吗 没有 这个教育制度就这么改 就这么搞 你这个没有任何道理 我认为这个就是脱离学能力 脱离学能力 脱离学能力 想上学的 上不了学 其实上学 毕业了以后 学成功的话 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 这当然还是 这个体力改革 方改革是这样 说是把房屋化 商品化 住宅商品化 这是改革 但是你想进行这个改革 应当出的叙事 普通老师住不起房 普通老师住不起房 一辈子继续买不起房 买不起房 我经常在课堂 对我 我那学生来讲 你们呢 尤其男生 女生不管 你没有房子 我不嫁给我 男生怎么办 你现在毕业找不到工作 对不对 房价就一天天涨 你一个月 三千块钱一个月 四千块钱一个月 到几个万 一年再几 多少钱 一年你就这三万块钱 你不吃不喝 也三四万块钱 十年三四十万 四十年 才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还买不到呢 北京房价 八个平 你怎么办 就上了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四十年 你毕业就算二十年 你怎么也都二十四五岁 四十年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 四十多年了 不吃不喝 什么事都不干 不许生病 不许谈朋友 不许看一张链 什么都不干 粘起来 房价还不能涨 对吧 才能买到一个八十瓶 你找那天再结婚 你现在女孩子 明明我不嫁给你 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嫁 那中国人也要骂 这就是问题 不管你怎么讲 就这一项来讲 还不讲其他改革 你就这一项改革来讲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必须 不管你什么改革 你也得想 老百姓 能不能 咱们不讲四十年 七八年的收入 应该能买得起头 你的改革 必须做到这一场 你做不到这一场 老百姓 你不会欢迎你的改革 现在我们还是强调改革 改革 是一场革命 改革是民族振兴的 但是你不想想 老百姓 遇到什么 房改 易改 教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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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物价改革 企业改革 这一听到这个 就知道是 剥夺自己利益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还宣布 这个升华改革 实际上 老百姓还希望 他们不希望 是不是问题 所以在改革问题上 你也不能脱离群众 你脱离群众 那就不行 你就遇到很多麻烦 那就不遇到很多 这时候我们讲 交改防改 一改也是这样 也是只剩前 咱们现在什么改革 有个共同的地方 都只剩前 认前 那前提是 人民群众不等于 就都有钱 那意思吗 明白的意思吗 人民群众不等于 是都有钱 所以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这种老百姓的欺负 咱们现在能够 价格改革 也是搞一个听证会 听证会 每次听证就是我要涨价了 那都是要走过场的 那看起来说是走群众路线 那实际上是脱离群众的 而且是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 这实际上是在剥夺群众的利益 那讲这个 对吧 那你想 你这样的听证制度有什么意义 对吧 反对我也提加 不反对咱也提加 咱只能考虑到是三号提 还是四号提 在这上面 是上五题下五题 是这次是提25%呢 还是提28% 咱在这上提里讲一下 那有什么意义 那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这些年代 这些改革当中 熬不下所有的改革 相当多的一些政策 特别是我想进入这个 这个九十年代后期 你看企业改革当中 提出了 简缘增效 下榜分流简缘增效 这个企业改革就是违背公认体 你的效益增加了 效益增加了有啥意思 你人减了 你增加的效益 不会比减掉的那些人员 不属于他的呀 所以说你说改革是一场革命 是革的谁的病人现在 你革工人面头上 你要把工人搞得碎 工人为什么反他 会出现这个国籍改革当中 老是总是出其群体型事件 什么原因 肯定是你改革有问题 如果你改革带入了最广大人的利益 那一定是把丈夫送到前线 一定是把儿子送到前线 他怎么会去对抗你呢 怎么会去对抗你呢 凡是发生对抗的地方 我记得毛主席想得对 凡是有罢工的地方 有学生闹手的地方 是好事 肯定是把了主义造成 你脱离群众了 所以毛主席看问题 我觉得他心中屎 很壮人 这一点咱不多说了 又说又回到毛主席身上 这也难免啊 为什么呀 一说脱离群众的人 就想着联系群众的时候好处 这都免不掉了 所以毛主席 形成了协会的免购 这些问题不解决啊 毛主席你绕不开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死多两年他也不答应你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你只有恢复了群众的陷阱 真正形成了这种雨水关系 大家没有必要那么思念毛主席 对吧 这毛主席讲六亿众的竞胜谣 到处都是群众 到处都是谣 你干嘛老想着谈 他就认识 哪有什么竞胜谣 对吧 所以我总结这些年改革当中 咱们有一个很大的失误 就在脱离群众 所以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改革 上海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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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群众把它盖过 那三座大厂 那新三座大厂 那四座大厂 哎呀 那个都不重要 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一座大厂 什么大厂呢 就是党是我们群众的铁心人 是我们群众的领路人 是我们群众的主心虎 这个把我们群众的主心虎给它拔掉了 这个这是最要命的 脱离群众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群众就成为弱势群体了 对吧 党和群众就能对立起来了 干群矛盾就能接入了 过去依靠群众 我刚刚讲的那个陈明叔叔 约群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匪区以后啊 我们处处黑暗 红旗是处处光明 这帮刁民的骨子里都是红的 这句痛恨 为什么 因为确实咱们党群啊 是吧 这个军民雨水清暗 确实搞得非常好 老百姓像我 下了党 那今天他就反过来 反过来 你脱离群众你一切反过来 所以群众什么情况都过去都报过去 现在什么群众都不告诉你 跟你对对来 在毛病眼里 群民也泥死血量了 在我们今天人的眼里 群众都是不明真相 遇到什么是不明真相 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啊 就跟着起哭 那你想你党的一切路线方认证的所有的工作 我们党没有自己的利益 我们党如果说有利益的话 它就是人民利益 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这是无法以政党它的本质决定 不可能有自己的 因为既然你一路线方认证的 你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付的 老百姓怎么还不平均啊 对不对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如果提人家好了 全心全意为了人家 人家都不知道 那这种误会有不有呢 咱也 国际上也不能排除没有真心 我真的是一心一味也好 你就是体会不到 但是我想十三岁人个个都体会不到 几十年来体会不到 那我就怀疑了 你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了我 对吧 接下来谈恋爱啊 你是不是一心一人为了你 但是我三十年我体会不到 对吧 我那么多人都体会不到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 一定是有问题 你为老百姓办事 依靠了群众 为了群众 但群众他自来是 在一切方面支持 怎么可能不明真相呢 怎么可能不明真相呢 他没有必要隐瞒这个 所以这个党群干群关系啊 我觉得是我们的党是有点小的 恢复这一条 我们党就有点了 现在我们党的家庭都是一堆一堆的不明真相 你想哪有人啊 美国人一来 对不对 咱都是靠先进的科技技术 先进的侦察手段 你没有群众你能再先进那也没有 那群众把那个地下埋的那个电缆给你一割 你一碗 你又成瞎子 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他不支持你吗 就是陈秘书讲的多好 出口黑暗 你架着电话线 你都不知道在哪段的 你看着接着就不通 毛主席讲的这个事 线 中间没有了 因为中间明显段你还能修复 这个你还找不着 你把一厘米一厘米的捏过去 把你捏过去 这么张子早要打开了 这个问题 他群众的制度里的现象 随着想处处不明 咱们现在处处不明真相 就有点像陈秘书的那个感觉 走到哪儿都是黑暗一天 那就很麻烦 这个时候你要 这时候的思念怎么长期去证明 是执政能力有问题 提高执政能力的建设 是党不够先进 假象现在已经不建设 都不解决问题 都不解决问题 苏联解体 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共产党人 丢了证据 那你们说 现在咱们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 那可能呢 太过分了 超级不夸张生产力 就是一条 是吧 能把发展的经验道理做的 说句话 他们又是邓小平 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他没有邓小平 第二条没有邓小平 第三条 没搞现金已经建设 也就是没有讲到邓小平 是吧 那当然俄罗斯怎么会有讲到邓小平 俄罗斯怎么会有邓小平 所以他会建设 所以他会建设 还有没有解说 他虽然邓小平没有讲到你 但是一哥尔巴小虎 哥尔巴小虎 这个不行 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吧 把苏联搞垮了 这一笔的解释 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历史微信 英雄人物决定一切 无论是 假如缺乏邓小平 缺乏邓小平 还是因为多了一个戈尔巴乔夫 多了一个叶利钦 这都是用历史人物解决 解释历史世界 而不是在历史世界那里去看待这个人 知道吗 历史微信 但是咱们就这么总结经验教训 就这么总结 由于被选择马克思主义接班人 那谁是马克思主义接班人呢 又名掉了 毛主席把这个事物讲得多好啊 谁是无产地革命世界接班人呢 那是在群众斗争当中涌现出来的 在群众当中脱颖而出的 所以他能把陈永贵 提拔党护党护党 能把王文提拔党护党护党系列 有同龙人 尽管我们讲后来都没有占助 但是有一条毛主的思想无限的 就是在群众当中去选 因为你选出来领袖人物也好 领导人也好 你带领群众 领袖领袖 这个领子是什么 是领导的意思 是引导的 引导是引导群众 就是投羊你得在羊群里找 你不得到狼群里找的羊群人 投羊你到哪找的啊 是不是啊 是这个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接班人 也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个马列书 是不是啊 也不是因为光有多大 是不是啊 也不是学童论决定 都不是这个问题 那看上去就 能不能再跟群众搭计一下 那不能跟群众搭计一下 是不是群众所运忽的 群众所放心的人 就是可能 你现在不像现在咱们 去你党部领导人的时候 群众在猜 当猜猜猜猜 群众真的成了不明真相的人 是吧 那你这个事就很危险啊 你这个事你想想看 群众的领导人群众不知道 只能猜 回过头你说群众不明真相 慢着不能怪群众 是吧 你不想群众 这事应该有个群众病 对吧 咱们一个单位 对吧 一个系 系中人是谁啊 系中人当然是老师们 在一个系里工作的老师同学群 那些男生 那些男生 这个院里的老师同学 下来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群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他们就代表我们的医民 不代表一张 下去他们就代表 不过现在上面派给来 那你就问一个一个 派来的有 经过究竟考验的 他有一些 他就是一心为老百姓 这就好 但是既然是上面派的 他走对上 走对上 走对下 那些干部路线出问题就出问题 脱离群众 走干部路线 就能出问题 所以片面的看待毛主席那句话 路线决定了 干部就是决定性了 但毛主席还有一个 群众路线是生命线 这一条句话 你往大陆一句话就行 完整地理解了毛主思想 干部很重要 对吧 但是他有个群众基础在那里 也有群众基础 你看我毛主席 干部 这个词多好 群众是个整体 其中呢 群众是根部 党员的那些干部 就干部 还有支部业部 咱们现在是官 官员 那不对 官员是让他们 官员就是脱离了群 他不属群的一部分 官者管也就是管群众嘛 高高在上 我们常说你看 你从客气到出去 提到出去的嘛 叫提拔 这都是不对的 我一直在讲 这个提拔都是不对的 你怎么叫提拔呢 因为咱们党 咱们共产党的干部 他是人民的徒人 你从小仆人变成大仆人 怎么能叫提拔呢 你可以叫串下 人民是主人 怎么能叫提拔呢 这个提拔的概念是官场上用的概念 不是干部对你用的概念 干部对你用的概念 就是说你的官大了 你的职位高了 实际上你的责任大 只是说你的责任大的意思 你的权利都是人民的 在更大范围里为人民服 在更大范围里受人民建筑 在更大的范围为人民服 他说这个的概念 怎么能叫提拔呢 所以我想脱离群的话 在语言上都有东西 在语言上都有东西 那么苏联集体到底是什么原因 脱离群 苏联党脱离群 你看看 现在披露了很多财围已经发现了 咱们这个苏联集体的一切 苏联的党政赶务 确实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确实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 就被群众出来的 收入高 有免费的住房 有特工制度 没有疗养制度 普通拉伯性满人 这是脱离群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片子 一转电视台 叫毛主席乱兵 多艰苦啊 哪有什么特殊不同 所以现在除了恶意攻击毛主席以外 上毛主席一生是坚固朴素的人 所以如果中国老百姓看中那个人 我想那不是一般人 你馋口说经就能把人推倒了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那苏联监庭就去这样的流行 去这样的流行 脱离群 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人民拥护离群 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你看魏国战争 人家负责多少的牺牲 第一个社会的国家成立的时候 不仅内部的叛乱 外部的颠覆干涉 苏联红军当时多艰难 跟我们在警察上都不一样 那苏联已经负责了多少 到处来得到了是什么 得到了是什么 所以苏联共产党集体的时候 没有一个老百姓 说不应该解体 没有一个人去 愿意为他这个共产党的 周围收集啊 市委收集啊 为他的一个支部啊 去不应免 去不应免 我想中国共产党 不至于惨了这问题 有人现在想玷污共产党 那老百姓就不答应了 尽管共产党还承招了很多问题 自身建制党还承招了很多问题 但是老百姓知道 罢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理解苏联夸台 最根本的问题是土地区 理想他各项经济 有的人说他不犯 实际上我们的 他成了二号成功 对不对 他当初这个苏联解体前 他是两霸之一啊 从实际上讲 比美国人弱一点 但是你想想看 人类第一个 人类第一个人道卫星是素材的发生 并不是美国的发生 可以其实走到前面 他的国防物业 他的技术 他的工业基础 他的工业基础 那是世界上排前面的 那为什么他最多警察 并不是没有 虽然没有邓雅明 虽然没说发展应道理 但他发展了 他不容易发展 他就是因为发展道理 所以从解体那天 你共产党 他有两千万党 他也不少 两千万党员没有一个人 为你的解体而民冤的 更没有人为你要去奋斗的 甚至连党员都不愿意动 你不要说群众 这你在台上海里万岁 你解体的时候一个都不安理你 这些是多蠢痛 可见平时脱离军事多严重啊 我想这个教训是 大概不太清楚 大家看了更多的是 美苏争霸 走了一个霸行处路线 走了修正处路线 我觉得那些 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不是根本道理 我总觉得不是根本道理 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相信一毛绿想明的话 登明新者的天下 你只有权益权益为人民赴 人民才会拥护你 这就是人民 这就是人民 所以在离开延安的时候 到西百坡之前的时候 离开延安人民为这个毛绿送信 毛绿写了一个条幅 写了什么条幅 但在最大多数人民的 最大多数人民一边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从西百坡离开的时候 又是我们进行赶考 考来考去上去考一句话 脱离不脱离去 他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 也是因为脱离群众 对吧 他得到群众用户 闯王他就是闯王 对吧 武侠王哪闯 哪王闯 你不闯王 人一开门已经闯王 等于脱离群众的时候 你就下闯 闯王都不行 闯进北京城 闯出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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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众就是这样子 有一辆和没一辆 心也是群众 王也是群众 王也是群众 再讲我们一个腐败问题 现在我们的腐败 反腐败应当是我们党 反腐败的 印度是事实的 比以前确实这样大的 而且反腐败的案子呢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这个 金额越大越多 级别越大越高 但是我注意到了 一些个案 咱们现在的反腐败 基本上有一个个案性 是出现的 在总结教训的时候 都是把为什么出现腐败 就是人生观 价值观 放生的改造 说这些腐败分子 他们个人必以分析 以权谋私啊 就是把腐败这个行为 就出现了 规及了这些问题 这些意思 当然是 你不能说是错的 你说你为什么腐败 你不就是把手里的权利 用了谋私吗 今天我听那个 锦涛书记的报告也是这个 是吧 这个权利是人民富裕的 你不能为自己 和少数人牟利 这当然是对的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两个 什么时候权利会拿来 不为人民牟利 为自己的 这就是脱离权利 这是在思想上的 第二个 当一个人能拿公权去谋私的时候 就拿人民富裕的权利 不为人民牟利 为自己 少部分人们牟利的时候 为什么群众在哪 所以我讲 那两条东西都丧失了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佛里面的 陈良语言 陈良语言 仔细看了 两个 有很多其他语言 讲的很多其他 最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原因就是 但是 放松了对自己人生来的肝脏 利于熏心 你想 我觉得这不是根源 这么大的干部 这么样总结腐败的根源 不利于士们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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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反复 都在这表现 本只有一群 党的干部 他是人力群众 是从人力群众来的 腐败就是特立群众 这是一个根本 这种理解就不了了 越发腐败就越坑害你 毛利那是为什么 一定要处决刘青山的张子山 他有一句话 处决这两个人 那是为了挽救更多 我们现在的处决人 人生为了处决更多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东西 医疾到根本 根本你脱离群众 你不解释 你一早处理干部 你这个是害人吗 这种反复败 他们走向他们覆面 看似在反复败 上次在害人 因为干部 已经到了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这个层面了 他不是一开始就腐败 我们党 那我们党不是混蛋党吗 他是慢慢的 他一开始 他在前期当中 成长当中 他是为人家做了很多好事的 但我们党为什么要替他 到一定的时候 就是秦桑中的角度 懈怠了 懈怠了 骄傲 脱离群众 他有过程 所以说 不解决 党群的雨水关系问题 不恢复这样一种的关系 在这种脱离群众的技术上 那一次所有的权力 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且在所有的权力 在运作过程中 都得不到人民监督 这个时候你反腐败 因为这个制度就像个火 它不停地烧开这个水 你搞什么羊肠羊肠 都止不了那个 你必须负地抽薪的 你不抽薪一条一下子 你发不败 你就是害人 真正挽救人 真正解决服务问题 必负地抽薪 真问题想断 他就没有 干部是群众选案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得罪群人 得罪群众马上就把人败 你在群众上 你拉群众的利益 你在群众上的捞利益 你私物败而名指名高 你今天还不行 马上就把人败 所以群的运作当中 也不容易被覆盖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 因为毛主席在一样 腰洞里回答完完毕 就讲清楚这个问题 是不是 就是人民一起来建筑政府嘛 就不会人亡真心嘛 就能挑出律史周期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让毛主席解决 是吧 那么新募众选以后呢 毛主席发现这个 建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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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党政制度啊 所以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的 所以为什么发动毛主席 他为什么发动毛主席 他为什么发动毛主席 最近上海市委书记余震生 一个讲话 他从今天存在的问题看来 毛主席当初的担心 不是没有道理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个动静是无可或非的 尽管道路方式 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动静 无可或非 就是说毛主席当初也确实是看得到的 无论余震生还有自己 亲身的经历讲 他家里也有六个人先后受到文革的冲击 但他仍然要给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 在精神上承证 我觉得这就是事实求是看问题 这就是抓问题的根本 毛主席意识到 怎么样在乌克林专政场下 怎么样防止我们党拖的群众 怎么样使我们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 怎么要把政府置于人民的接触之下 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 怎么会有腐败呢 怎么会有腐败呢 所以我想这个 苏联的解体是脱离群众 腐败是因为脱离群众产生的 脱离群众的反腐败 算是害人 害党害人 不仅铲除不了 所以就说呢 反腐败现在咱们 咱们说不是长期的 我不赞成反腐败有什么长期的 怎么会始终存在 现在我建议初期 国民党腐败三年跟着彻底解决问题 现在我自己执政了 还搞几十年 这一天都不能允许 国民党腐败那是他的阶级性质决定的 对不对 国民党一秒钟也不能允许他存在 这不是一种出于感情上的义愤 出于道德上的一种说教 你这个党的性质就不允许有 一天腐败不允许有 一个干部腐败 对吧 你群众无限戒命了 你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当然个别人永远会有这种 你掌握到权力 就有可能产生自己私立博弈 但是你有群众无限戒命 他根本就站不住 所以说承认腐败的物是长期的 实际上就是等于承认 脱离群众是可以长期的 像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重启模式就是这个问题 反腐败你必须发动群众 你不发动群众那不行 不发动群众你反腐败啊 你不彻底 你很难在短期里解决问题 冲击你不一样 唱风大黑 你搏起来就不跟你讲了 整个事儿你出街上给大家反腐败 你家要干掉 是吧 没有什么问题 首先揭露腐败就是群众的事儿 因为腐败直接打击的是群众的意义 帮助的是群众的意义 我最清楚谁剥夺我 你只要依靠我 马上走 你我真是不明真相 我眼睛其实是血量 只是因为我一说我就慢了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恢复了这样一个传统 反腐败其实很难 有什么样的形式 共产党反腐败 多然我们有一点事情 本来这个题目都不存在 共产党怎么会有腐败 都共产了 你谈了再多拿家来 最后都共产了 你说疯了吧 你又拿回去干嘛 拿回去又是共产党 这共产党这个腐败就天生 他就 就水个火他不可能 冰和炭 都不可能放在一块儿的呢 现在你还是共产党 还要长期反腐败 那就有问题了 一定是脱离群众 所以难怪你像中央党的时候 就有人讲 我们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性质上讲 不应该演 从现实生活的人讲 缺失这些人 把党看来是自己摸给予的工具 真是一个 那这些人就脱离了群众 我最后恰巧就是我们党最危险的 如果党没有执政 也没有人的权 反而没有威胁 所以我认为我们党 执政最大的威胁 是非党的 一切问题也因此而产生 所谓难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恢复难 恢复了也可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讲了两个问题 我们党有一两个问题 联系群众 我们党执政有威胁 脱离群 归接起来 这是毛主席的一对吧 群众无限是我们党的胜利群 那今天呢 这个讲座 我就先讲到一段 好 下面有时间呢 咱们可以再交流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给评论 现场的朋友就 有问题 有问题 跟杨老师直接交流 杨老师 我觉得您说的吧 都非常对 这个本质的问题 就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 对待人民群众 对待人民群众 那个这个利益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您是不是说客气 而是脱离群众 我觉得现在他们是背叛群众 这个 这个 是不是 这么看 是我看严重了 还是您说清了 哈哈 您讲里面有一些 这些干部就是脱离群众 就是 您像背叛群众 我说我也知道 有些人就是他 他不是背叛群众 他一上台 没有上台的时候 他就想做群众的老 这些人就是 趁着对待 但是多数的干部 包括那些腐败分子 他一开始 他要一开始 他就脱离群众 他还上台 相信这一点 咱们党是执政党 执政党 当然他有他 执政吗 有权力吗 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吗 你可能可以 毛自己的好处 但是同时 你必须要执政党 作为权党那样 要执政 你必须带着老运 你不带着老运 你执政根基在哪里 所以说你干部一开始 你所有的干部一上来 就为自己老好处 这个当然我看一天也执政不下去 既然我们党 新中国建立了六十多年 能长期执政到今天 应当说 相当多的党政党 这个我没有去执政 但是我相信 绝大多数的党政党 还是有为人 有的时候可能是路线政策 有的时候 出了偏差 有的是在执政当中 出了偏差 但是咱们这个体制 应该负通上我们 上面要求能做很多 比如说家庭承包 家庭承包 当时这个政策 在具体观察上 并不是承包每个地区 都是用的 有地区不太愿意搞的 我老家就愿意去 对吧 他有不愿意去 但哪些地方搞呢 像我老家就愿意 我们老家安慰的地方 比较穷 四川那边比较穷啊 吃不好肚子啊 在一起搞 越搞越不值钱 那一个公分就认为六分钱 还在搞 搞什么搞 一承包自己的机型高 把他解除了 这个阶段 你像这些贫困的落入地区 你适合群众当时的觉悟 当时的生产 你搞这个 那是可以的 那也是不得去 落后里边的群众 你不要不得去 那你先进地方 你像就是苏南那一代 他的那个原来的设备企业 已经相当发达了 一个人就是 已经就算三分第四分 你就承包 你就扮他在炕头上去 那个也已经种不住金子 赢得来了 你就说他就那么一点地 那个是搞什么也没用 那做的任务 就发点功夫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允许那个乡众企业的发展 这个是公项政策 是政策 它利于所 有所区别 有所区别 不能这个 不能这个这个 一概而来 所以我讲我们党的现在 有群一群为民主 有三一二亿为民主 有呢 平时不咋地 但关键时期还能够有一点 共产党的样子 有的呢 就是脱离军党 无所事实 有的就是你儿章 背叛征党 似乎华为之 他从来心里竞变一群 但是在武中体制 这样的干部 也不说 就产生不了 他仍然有产生的 有他产生的突党 尤其在市场中 但是败钱买官 然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 卖官的地方 有很多腐败签证的人 有买官的地方 这些人就是我特别的 你说背叛征党兵 外省党党 也确实有 你想 就是原来的湛江港的港口 整个港口 全满腐败 那里不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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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满腐败 全满腐败 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 是吧 前腐后期 那地方不是 一看就知道那地方是背叛征党 不然怎么会出去弄 另外一下 杨老师 那 网上的网友 有提案提示 请问杨老师 毛主席说 群众运动每隔七八年 只得搞一个 搞群众运动到底好不好 会不会破坏经济建设 这个 群众运动 大家现在一说起群众运动 就是只有一种模式 那就是毛主席的 上街造反啊 文革的那种模式 传统的模式 都是群众运动 但是 依靠群众 那种群众运动的那种模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那 不是唯一的 好多 我今天讲座 把您开始讲 你比如说 在江西扩文的时候 那个 妻子送王上战场 母亲送儿子 就是大红军 那个过程也是群众运动 对吧 那你说 会不会重启经济建设 那当时 他们 当然中心工作不是搞经济建设 那 那是 反围剿 那是革命战争 那你说 有的有的 显然是什么 往前 那 你想想看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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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的 三大战役当中 八业战役的小推称 那不是群众运动 那把粮食 丹药 是吧 蔬菜 猪肉 都往那前面送 那不是群众运动 而且是群众 是群众运动 是群众运动 那时候我们就嫌 那个群众运动规模不大 嗯 蒋介石就害怕死了 那个群众运动 就炸 是不是啊 派飞机轟炸 所以说 群众运动不可怕 啊 群众运动 而且 根据我的观点 一个政党 怕群众运动 基本上就太晚了 啊 基本上就太晚了 我们党就是党的组织 组织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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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群众分组 根据不一样 是吧 你是你同事 是吧 赴救会去 儿童 儿童盘去 是吧 那就是青壮 餐厅去 是吧 是吧 这个分组 然后兵职 对不对 是吧 部队来打当了 妇女 赶紧做些 中午给你做饭 做饼 探饼 儿童跟着碰盐 战口碰上 把它编织起来 是吧 一分组 二编织 合起来叫组织 党干什么 党就干这个活了 你说党 怕群众运动 那你还组织谁 你给谁分组 是吧 你怎么去编织的 所以党本身不是那样的 党因为把群众组织起来了 党才有无限的力量 是这么个问题 党不应该是一个巨像的东西 它应该是个抽象的一个关系存在 党是什么 党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党的利率是谁 照顾这些党以外 哪有什么党 是吧 就是我们群众自我服务自己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这边有些领头的人 叫党员 他们制定一个物件 怎么样 呵护我们群众的利益 然后用我们群众的利益 用力量去实现它 是吧 是我们自己的目标 依靠我们自己的利益 向我们自己的目标去分手 这就是党 党就起这个作用 叫领着我们干 它还是我们 党员也是群众 你不要忽视了 党员和群众 党员它就是群众 群众当然也领头羊 你不是 你不是 领头羊和羊 那领头羊不是 它就是羊 对吧 所以现在有些说法也不对 有些说法也不对 就总是把自己要给群众隔开来 这种说法你为什么这样隔开来 它是群众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怕群众呢 你看咱们现在我听了一些说法 我就很反感 说现在群众啊是一散不一聚 那你咋知道 对吧 聚众就等于闹事 那群众它 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这是相法赋予他的权利 你 聚会怎么 那照理这么说 那怀海战役咱们就是 你家你家愿意送一点点 但是你就送 我二不管你 那不是浩浩荡荡的 是不是 有送就送 没送就不送 那聚众就是漏伤了 那你要这么理解 那怀海战役咱咱咱 你说咱咱咱 对吧 是群众运营动物 经济健身是问题 啊 经济健身问题 现在不发动群众了 那好了 你下干 你就下干 一来一起来 你群众就闹事 到时候就说我这个 这个改制器 改制不合理 因为你 打击群众的利益 你坑害群众的利益 群众 你不让他闹事 他也要闹事 而且这个闹事 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讲 那是好事 对吧 当我们政党脱离群众的利益 那群众反对我们 那多好 你看 让我们恢复 我们党的无产基金的性质 恢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那是好事 我们就是要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变 当你变了的时候 有人自动起来反对你 你说 这是好事 这就是温国则习 这个温国则习 是白害怕群众 当然 不同时期 群众运动的形式 是不一样的 哭红的时候 那就是把儿子送到战场 把丈夫送出去参军就可以了 怀开战役 你不能老是送参军 给送娘子送娘 当然你家有猪肉就送猪肉 这个运动的内容是有所同的 对吧 那抗美援朝的时候 你不能老是推那个问题 那不行啊 美国飞机太厉害 那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夺取全国政权了 那就铁物运输 这个是主要是你贡献 是不是啊 你奉献有钱出钱有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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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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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粮粮粮粮粮 是这个意思 发展自己的生产 这就是支援抗美援朝 这个群众运动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工人家当家里 这就是抗美援朝 这时候说 我非要把丈夫送到这个这个 这个朝鲜前 那么也没有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国立战略已经结束了 强大人民军 那六百万人民军都已经存在了 那主要任务不再是送我 送赵子去参军 就是送我儿子去参军 那不主要 你说你推个多轮车 推到朝鲜去 这种群众运动也不行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的那个 有铁物吧 有列车 麻袋的 运送呢 现在国是保证的那些东西 源源不断 所以家庭生产 这就是群众运动 这群众运动都会有变化 今天18年以来 它群众运动也会有变化 也会有变化 你比如说 你现在这个 房改 到底怎么改 易改到底怎么改 让大家说 连公司毛衣室 网上大家都说了 这就是一种群众运动 好不好 它也没有冲击你 经济建设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对 你写篇文章 写篇文章 你有时间写 你没有时间写 你逼你写 你看得不过分 看得太过分了 说毛衣室 这个那个 毛衣室 不是不可以说的 任何人嘛 都有缺点 有错 可以批评 我也不说毛衣室 就是什么都很 但是不能这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毫无根据的 你这种 是不是啊 诶 这是诽谤嘛 没有毫无根据的 是不是啊 这是你 群众运动 你另外有一个 你网络的形式 这 这应该是 你要反腐败的 重新的反过 也是群众运动 你知道谁腐败的 协定必须 根本不需要 我们现在的 侦察手段 都费钱 都费时费力 又费钱 对不对 谁杀害我的力 我呢 不清楚啊 一封信解救你 你起码要跟你提供了很多线索 大大节省了中长的时间 对吧 哪又可以立案 那很快就能够 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 参与反腐败 这是最高的反腐败 最快的反腐败 最有那个反腐败 而且是最便宜的反腐败 而且是最长远的反腐败 而且是最长远的反腐败 这不是长效技术 是最长效的技术 因为群众是死绝的 对吧 而且只要你腐败 你打击群众的利益 对吧 对吧 这就是 这个 克制腐败的一个克星 群众就是克星 腐败的克星 这就是一种群众 所以唱红打黑 我觉得重庆这个 他就是一种群众运动 没有必要的时候 听你右派和忽悠 说打黑 这是黑党 怎么就是黑党 法国群众就是黑党 一个一个人去搞 你这是在监狱的老人 这就是民党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所以我们讲 群众运动要肯定 精神上要肯定 我们就是要通过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我们打药想长期执政 要拖出历史周期的力量 咱们一天也离开群众运动 而且哪一天离开的群众运动 哪一天就要考虑 执政会不会长期的问题 对吧 当然 要随着实在的发展 群众运动确实形式有待创造 我觉得群众怎么创造 也不像我们党啊 在那关的那个门里子想 群众自己创造 你干嘛求那么担心 你说群众 究竟在哪个大树底下 把丈夫送去当党 你管他干嘛呀 你没有必要 对吧 你按照你自己洪军的 这个扩红的 这个办公人的需要 我愿意在屋子里待着 群众说 那里村人比较激动 那里小伙子多 去到他村去 那咱派人去就完了 那行事都容易了 小东轮车 那华北平衔上 有小东轮车 你到了南华那个山区 你怎么那个小东轮车啊 那就是 小别单挑着 对吧 那又没有路 你咋改个大车修 那田间小道 田梗 怎么给大道理 这群众运动 是各种的样子 我给你不要怕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形式 群众自己创作 也要用不着咱们就行 咱们只能是总结总结 好退房退房 比如说地道战情况 平原地界 可以参考 实际上平原地界 并不都能参考 还在那个地 就是在这个 华北平原下 这个土质比较绵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的平原地 你把泥花的沙土 那个地道人都蛇了你 你咋学 没法学 是不是啊 草原上就回民之地 那有马屁羊马的地方 平原上面是 再去骑马 你到哪里马下去 这地方只是养猪 对不对 不行 所以这些群众运动 行事都要创作 群众 杨老师说得太精彩了 嗯 还有网友说 说 他实际上提了两个问题 就是 第一个是 重庆模式这么好 中央为什么不大力宣传 是还在观察呢 第二个问题 怎么靠近去呢 这个重庆模式 就我所看到的中央是肯定的 群众 这个 政治局常委也去了好几个人 对吧 他们都肯定群众运动 肯定重庆模式 并没有说反对 也有反对的声音 全国民也有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我想 无非就是 有这么两种 一种能力是 长期咱们习惯于脱离群众的那一套做法 突然恢复不太理解 担心是不是又回到文革时期那时候 对吧 那时候有搞阶级斗争 为纲啊 容易冲击一级一级 容易往这儿想 不不 这个我觉得是误解的 是误解的 还有一种呢 就不是误解 就是坏心恶意的那种 有意思说 重庆模式啊 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啊 就是要冲击一级一级事啊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 是吧 这个 那本身他这个 用心 就是 用心就是不良 这两个不能对待 我想中央理想 我记得周永康去考察过 对他讲 对于重庆模式评价就挺好的 不 还有一些 也不需要 我评价都挺好的 群众当中 另外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并不是领导 领导不重要 我刚才说的 一整套的领导 怎么关系 群众怎么开 就最重要 咱们讲群众问题 那么要考虑两个群众 第一个 重庆模式发生在重庆 重庆的群众怎么开的东西 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呢 说 群众现在 这个重庆现在是官不了身 哎呀 我说真好 这个词发明是伟大成功 什么时候官不了身 明日子就好过来 是吧 什么时候官日子好过来 明日子就一定不了身了 对吧 这是变变马不断的 对吧 尤其在咱们的国民 所以我觉得这是 要看第一点 就是群众的老百姓 这个重庆的老百姓 暂免暂免 第二个 全国的老百姓 对重庆的人是怎么看的 反而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是脱离群众时代的特有的问题 动不动就是中央怎么怎么看的问题 中央也怎么看怎么看 咱也不是中央 咱就是老百姓 我也不知道中央怎么看 但我就看了 有些中央的领导同志 就看了也没说他不好 有的是高度肯定 高度肯定 但我觉得这个视角 背景 判断一个事物好坏 主要看它 是不是得到人民的关系 人民不欢迎 领导再说好 那个好也不常见 不是真好 也不是真好 过去大跃进的时候 你看上面领导说好 钢铲呀 Vlog羊群有产 反而又高 正好 人家的上聚也好 那群众最后饿死了 群众不会有些好 我一直认为群众不可能不明真相 不明真相的一定是脱离群众的人 群众本身就是不明 毛组讲得好 高贵者最愚蠢 非计者最聪明 他也怎么不这样子 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在中央、领导中处,只要去过重庆的,就我看到的没有福利群,都是极其证明的。 至于老百姓,几乎可以说,一边倒,拥护重庆老师。 而且特别长时期,我看了几位,重庆特警为民工武装讨薪, 你越想越好,你现在特警的讨薪就不是你的公正业,做好本职工作。 但是你要想,恰恰是人民政府,谁都可以做这个事。 总理可以为民众讨薪,警察也可以为他讨薪,政府官员可以讨薪, 大德书记可以给他讨薪,咱普通大学也可以给他讨薪,农民自己当然必须要去讨薪。 而且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恰恰是民众自己讨薪。 群众自己起来了,谁也不敢欺负你。 估计各地倡道,没有什么神贤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 你要要回你的工资,全靠你自己。 别人只能帮不了一时,帮不了一时。 我们选总理,我们选特警,我们养国家机器,目的不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吗? 我们有什么困难?探论的方法。 这就叫公权。 群众你五小事,这就是公徒应该有的,公徒观念。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靠近群众。 怎么靠近群众,是已经和群众分离开了? 为前提才有靠近群众。 这个问题,没法靠。 你已经分开了,你咋靠啊? 你怎么时候分开了? 就是因为你拨夺了群众的利益。 拨夺了群众的利益之后,你还想靠近群众。 你不拨夺了群众的利益,就不存在分开的问题。 对吧? 因此,谈话上靠不靠的问题。 所以,现阶段呢,它这个提法呢,它这个问题也具有时代性。 就现在我们一些党的干部啊,拨夺了群众的利益, 现在这个群众已经会拥护它。 下面呢,我良心发现,我以后好好为能备服务。 行不行?可以。 我们的人民是天下最好的人,是不是? 嗯,这么靠。 把以前,这个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这一名, 如实的话就是什么? 主动地求着群众不谅解。 群众不谅解的,就主动提出辞职。 然后让群众不谅解的。 然后让群众不谅解的。 然后一辈子, 请问,我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呢? 那就是让党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与所关系。 就这么进行。 第一个呢,就是要,我觉得要发动群众,组织群。 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 让群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党组没办法移合。 党组织当组织,就是把群众分组编织, 这就是党组织的状态。 必须组织的状态。 组织群众才能依靠。 不然的话,你咋就依靠群众? 所以,一切政治体制改革, 就是要发动群众, 让群众一起来监督政府, 解决人亡这些问题, 解决律师周期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党和政府, 为群众服务的问题。 群众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这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切改革国防政治体制, 一切改革的宗主在这儿。 你离开这一条,就不行。 当然,到底怎么改?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问我。 群众有冲天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群众创造。 过去是,讲来更是。 讲来人民群众更加主动的创造历史。 所以我想, 你关心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不是讲民主吗? 民主很时髦。 那最大的民主就是人民群众自己, 在建筑政府。 这是最大的。 脱离群众, 就是一切改革。 那么, 咱们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 我刚才讲的, 一旦我们适应了党群立体化, 适应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些问题, 你觉得什么? 毛鸡坏是, 主要毛鸡解决了, 四要毛鸡解决了, 迎刃而解。 它就有没有。 很好解决。 我再提一个问题, 好吗? 请,请。 要想那个, 和群众有这种雨水层, 有这种密切的联系, 我觉得, 是不是那种党章, 党章也要再重新修改一下? 你比方说, 资本家用党, 资本家可以用党, 那么它代表呢, 还能代表人类群和利益了吗? 这个, 我们党治这一刻, 我刚才讲的, 遇到最大的威胁, 我刚才用的词词叫, 威胁是脱离群的。 实际上, 在现实生活上, 我们在许多地方已经脱离群众。 那么脱离群众以后, 你要再执政, 执政是始终要有基础的, 有社会基础。 当你脱离群众以后, 你执政的时候, 你就发现, 好麻烦。 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够是恢复跟群众的联系, 必然去寻找其他的社会事。 懂吗? 这党就容易变, 性质就容易发生变化。 你比如说, 你刚才讲的, 你就会找资产进去。 你甚至有的可能, 你戒除外部的力量。 对不对? 明白了意思吗? 甚至估计资本的力量, 你一个人都可能接口了。 对不对? 这都是, 不能说我们党, 整个现在的性质变成这样, 但是确实在这个实际工作上, 有一些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 他就这么干。 他就这么干。 甚至接触黑社会的力量, 他也不接触群众的力量。 当党脱离群众的时候, 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个是党失去了执政力量。 另外我们从群众这个方面看, 群众的四分之列, 成为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以后, 就是你党不去组织他们。 你不组织, 不得人家不组织。 谁, 哪个跟共产党的敌对的一切势力, 都想去争夺群众。 你一盘散沙, 你共产党放掉了群众。 第一个, 金钱势力, 胜出群众。 第二个, 宗教势力。 你看现在宗教势力在群众上反而不快。 协调组织。 传销组织。 黑社会势力, 都渗透到群众那里去。 群众力你不保护, 黑社会要保护。 黑社会产生是有群众基础的。 这个群众基础是什么? 就是党脱离了群众。 党不去组织群众。 党怕群众, 怕这个人引导群众。 一说群众运动啊, 就不知这些人弱了。 一说群众啊, 就不明真相。 一说群众举动, 就是闹事。 你又不去阻止它, 不去引导它。 这就想象, 你不引导别人就引导啊。 你像咱们现在, 那几层的社区组织里面。 多少这些被共产党积累的事? 老大老太太被法律中忽悔过去。 传销组织, 那里小广告多少啊? 你说, 共产党干什么去了? 这老人都不喜欢的东西, 你也不喜欢, 你为人不解释。 他为人不解释。 那宗教势力发展, 比党的组织在集成发展快得多。 对吧? 那金钱势力发展多快, 家族势力, 黑社会势力。 这些势力最后出来了以后, 我们党就在反响, 有了。 我脱离群众, 群众为别人忽悠去了, 是吧? 现在才意识到问题, 到了政治上才意识到问题, 你都骂完。 然后怎么办? 严打。 严打是在党脱离群众基础上, 群众被别的势力夺取以后, 你再去打那些, 所以打黑啊, 打金钱势力, 打邪教组织, 打传销组织, 你累不累啊? 这又是治标不治败, 就像那个腐败一样的, 腐败就是治标。 见到腐败分子, 就打。 你像去年那个, 都已经闯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又要杀学生了, 你看咱们, 那领导人怎么说, 咱们就要打, 就要恨我们来打, 就是,就是要打到他, 不敢向我们孩子举刀, 这,这就是说婚话。 一个人举刀, 这个孩子下手, 这个人, 他就不想活了, 你是吧? 你孩子是不是, 往死里打? 你不打, 他们不想活了, 你想想看, 你,你, 管理我了。 那就是说的, 上面忽悠听的, 上面脱离群众, 你知道吗? 这么严重的, 你要脱离群众。 问候就打, 也打。 打,打,打的结果是吗? 你脱离群众, 你打的结果, 你以为打在第一次世界, 以后你打不着, 你打完能够, 理工智好好的。 你都打到自己的群众。 是吧? 你邪教族就打到什么? 你打到传销族, 你打到传销族, 找到走。 最后倒霉的, 传销的, 受骗的是个群众。 对不对? 你打到结果, 就打到自己的群众。 所以每打一次, 群众就怨恨你一次。 那这件事, 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 就是从脱离群众那里发生起。 结果你长期这么搞, 最后发现, 那我要帮忙, 用处的钱从哪来, 那只有秦资本家吧? 各种各样的开发商啊, 包工头啊, 他们有钱。 脱离群众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你执政没有力量, 你咋执政啊? 你必须有力量。 所以有些人说, 甚至不惜。 所以现在群众讲得好, 你看, 你都跟美国成战略伙伴的, 你跟老百姓, 成敌人似的。 因为依靠外部那样, 不行。 装包共产党, 执政, 你必须代表群众的力量。 这是最根本的。 这是最根本的。 所以说, 你要是说, 允许资本加入党啊, 你依靠这些社会里面, 我觉得, 可以在一时起一些作用。 但是你真正要在中国长期执政, 脱离共产大党, 脱离普通的劳动群众, 那是不可能长期执政。 而且你资本加入党了以后, 党就会变成自民家增值的问题。 明显的。 你让我投资给你办奥运会, 那我这个问题是要获利的。 这不用白白的, 这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 这些问题, 不是修改党的, 那些都是标的标的。 最根本的问题, 你只有解决了群众是有执政的基础, 那些人有也无所谓。 你就是党上游的, 他也起不了门作用。 那些东西, 如果群众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根基没有扎深。 你就是在党上把它取消了, 将来还有更大话, 会否一会。 他的执政必须要有力量, 要取消了人力, 物力, 还有财力, 他都得需要。 过去, 我人的物力财力是从群众中来嘛。 我讲, 战争年代人的物力, 那个丈夫也好, 儿子也好, 那都是人民吧。 是吧? 那个物力, 你看那用粮食啊, 弹药那都是物力吧, 都是后的老百姓送去的。 是不是啊? 所以, 他就老百姓, 就什么都有了。 你没老百姓,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现在, 我们只要遇到真正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社会真正是严重的挑战的时候, 像那个温川地震呀, 走一去走一去走啊, 像这样一些大灾难的时候, 你还得考虑吗? 对吧? 你管考虑的党员, 这那个大额党费, 那能叫几个强。 我呢, 我记得温川地震, 我天天都统计, 民政部出来的数据, 全部自发权权, 是另外一个, 多大的力量。 那可是一分钱, 有去无归的钱。 老百姓真正的爱心。 你依靠资本家, 你的资本家说, 你的房贷就说, 挖出来第一件事, 你这房子虽然挣了, 你贷款还换。 当时挖出来的老百姓, 那你还挖出来干嘛? 我亲人都死光了, 房门也没了, 我自己又遍体零伤, 一出来就要换钱。 还不如我买了几钱, 被挖出来的。 你最近一高这么讲, 你解决哪里? 你共产党就老这么执政, 谁还拥护你? 肯定上得去。 你靠它是不行的。 真正还是得靠生物理制度, 靠人民大动, 靠一方五难, 八方支援。 你受灾嘛, 救急嘛。 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力量, 去决定。 不需要发动, 自动就会去了。 我觉得这种力量, 就是事务力量。 如果在这里面, 党发挥先锋模范, 模范代理作用, 党认真去组织。 我想, 人力无力足够,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情, 你都要通过现在的手段, 那是不行的, 必须要发挥先锋。 什么事, 群人上前。 我们改革, 有更多强调人才啊, 人才我理解就是精英的意思。 脱离群众的一些, 什么东西啊, 他是专家, 专家说怎么, 我的儿子也是, 专家说了这个, 什么叫专家说, 对吧? 爸爸是个普通老板, 一吃了几十年, 没有吃死, 你吃吧。 什么专家说, 因为我这个苹果可以削了皮吃, 因为他要含农药。 过来说专家说, 这个维生素就在皮里面。 对吧? 都是专家。 第三个专家来说, 那道理消不消, 哪来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打农药就消, 不打农药就消。 你要忽悠你吗? 这都是专家。 专家, 你们不能讲专家说, 都对, 都对你没花过日子。 具体老美一起来就知道, 你放心吃, 你没事。 那又说, 这个我打农药, 昨天才打, 你还是消消脾皮信息的, 是合适的。 听老百姓就没问题。 听老百姓就处处帮忙, 听专家吧, 一片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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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可言。 并昺慑。 Faith Sea, 做一个产发,也就是在目前的局势下,我们怎么样去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样的思考,一些思路?谢谢。 我想,这个党和群众的联系,要想重新恢复。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党自身,一个是群众自身,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去手。 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直出党自身的问题,有了利益集团,不愿意跟群众结合,但是你还看到另一方面,群众的问题。 党自身呢,我觉得袁一芳,绝大多数的党,包括党的干人,我觉得还是能够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责任心,要恢复和群众的关系。 总书记今天,上的讲话就讲到这个问题,一定要见识党和群众的血肉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整个这个讲话里面,最厉害的,整个讲话都可以不讲,就讲了这句话,这九十周年就没有白金,就没有白金。 人家的力量大,更没有美帝国陛的力量大,我是这样的,我们只要依靠群众,就能慢慢地解决。 我们有一个过程,对方力量越大,积的利益力量越大,过程稍微长一点,但是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会不是没有多大的力量。 第二个方面就是群众,群众我历来产生,就是乌鸡哥林产,没有什么救赎处,不靠神仙皇帝,不靠神仙皇帝。 这个,你看这次公诉这个毛鱼市,我觉得这个群众总共起来,跟党建议一起,对吧? 发现这个事,不利于人民团结,是吧?不利于我们证据的问题。 有一事要挑动动乱,那咱们就举报,咱们就向这个公建法举报,咱们公诉它。 这就是依靠党和政府,群众的群众。 我觉得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应党是对我们,是配合的事情,不解是配合的事情。 你看这个中金文发明的文章,这是个问题。 还有那个党史研究室,中央网站他们几家联合搞的那个,对毛主席那个著作, 说是,有人说是,互相恭喜,是吧? 批谣。这些都是,无意乎毛主席的事。 还有今天这个,总总组计划,也说的。 三件大社,新民族一、 Europeans,社会的社会根ospaspbo Спасибо。 毛主席三件社是可以的,新民族跟别的毛主席,社会跟别的毛主席? 社会跟别的毛主席升到毛主席看着酸副, 三件社会可是暂时,90年的没有下切成竞离开毛主席 Creek , 而且在说呢,永远是中国人,永远是,永远值得中国人给他崇洁。 而且在这个,说在九十周年,我们更加去怀念的,老一别无产,更加的,毛流还是排阶阶阶阶。 毛流之后永远是这样的,任何人不放弃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从党力来讲,这个力量,愿意跟群众保持联系,有这种乌生,有这种力量。 群众也有这种愿望。 群众一个愿望,我想,一是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一看,另外一个就是从苏联解体一看。 苏联解体以后,可能当时苏联共产党在的时候,大家对他有很多意见。 一旦上市以后才发现,情况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推占共产党,你就从此富裕啦,民主啦,富强啦,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一回事。 现代欧罗斯成了什么? 不是,这种都不如中国。 天外数字通过我们长,事业多业多。 只是因为最近几年来,石油价格我们长发,诸如石油,经济形势则烧不容易。 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头号工业强,我现在变成一个靠卖石油,卖木材的三个油价格。 现在完了?现在后悔完了? 所以群众也要看到这问题。 共产党这个党的性质,我今天讲的一个党的性质是无然无限。 党的宗族们,权益权永远的人民,就是老虎弄的我们贵地。 只有这样的党才能跟群众联系。 不是你任何一个党都可以跟群众联系的。 人类历史上,自从产生政党政治以来,断了政党,有几个来代表群众联系。 包括共产党,并不都来代表群众联系。 苏共就是这样的,这一度脱离群众联系。 中也有这种危险,不是这种危险。 我讲的第二节目就讲的问题。 但是,非共产党是肯定不能跟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的资产与共产党。 资产阶级资产人,有产就不是无产的人来的,天然就是无产。 我一再讲,共产党不肯定有自己的力。 它一旦有自己的力,它就把共产党拉育了。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群众要认识到共产党党。 我是个共产党党。 对现在社会上经常发生的许多问题,我们也会是眼抱着, 觉得社会太不公平了,太不合理了。 但是,你理性的讨备考虑,如果没有了共产党。 就别说历史上,咱好汉不提大念,咱不想念。 就从今天的讲述,没有了共产党。 中国社会恐怕不如我死。 我就敢讲的。 所以,群众在实现党群一体化的过程当中, 党自身要检讨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在贯彻执行当中存在的这种问题。 另一方面,群众也要自己团结下来。 自己走出去。 我觉得,跟党实现这种正面。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出现的一些事件,非常清晰地说。 党群联系,党群的恢复,这个关系的恢复。 不仅是党的样子,也是群众的样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个怀疑, 这个鱼和水的关系。 这个鱼啊,它有贴切的地方,它也有不贴切的地方。 这个鱼就贴切在哪里? 就是党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但它不贴切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群众似乎可以离开党一刻。 就是没有余制水是可以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的。 导臣不如血肉严性贴切的地方。 血离开肉也不行,肉离开血也不行。 反正这个比喻更贴切的地方。 你今天看的就是这个,群众也需要的。 群众失去了党的领导,成了一派散战以后,谁都会欺负。 不就是这样的。 那传校组织,我原来都受过传校组织的大。 五千块钱,五千五百块钱买个烂玩意儿。 实际上,只要我能坑害别人,我就能发财。 那东西本身不重要。 对吧? 其实不坑。 而且近坑害我身边的我的亲朋好友,搞得以后他们灭的不好应见。 对吧? 那就是群众脱离党的领导就是什么样子。 人家有个党的领导会出现这种声音。 传校组织能用金钱的把群众摸起来? 没人没有。 我看到一个战争节的一个电影就是什么样子,我忘了。 当时党员开会,党员自己开党内的会议不会让群众参加。 但是在革命战争里有一些这个群众啊,他很积极,知道吗? 你看到他不叫我去,他觉得好委屈啊。 知道吗? 我看到他说,当时我很感动。 当时共产党在群众上的心目中多高啊, 你开过去不叫这种群众就觉得你不信任他。 瞧不起我啊,赌气。 不了解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吗? 心里很,老大不高兴。 包括董孙瑞都这样。 民主党以前就是。 党,相信你,你不相信俺。 你们在一起,医生的时候不如跟我打个招呼,你还不让我去啊。 想这事。 那你想想这是什么呢? 这是群众他需要的那个补兴吗? 因为受人气压惯嘛。 对不对啊? 你想我母亲在医院那里吗? 你试验中去,假如你这个医院当初进来的,怎么能这样? 我们自己的群众嘛。 咱们是为什么要去? 再说,人家也不是不讲情,就晚一点。 病人这么严重的,今儿,重症弯压死了。 还没有人家挺妙的。 你说一句人话,对我们心里也就是一种温暖。 人一看,就像共产党讲的样子。 心里有群众。 没有一个人说,你找到来半周时间, 那就是医院制度,你能不能制性的。 好了,依法治国,倒是制度有了。 群众丧失光了。 对不对啊? 你制度可不就制定了吗? 你制度不制定了吗? 制度不能写。 如果有个洋老师晚上八点上没到的话, 也跟他说,你不能制度这样一个制度了吧。 所以这地方我们就讲了一个问题。 为人民服务之类在心上的事。 所以毛主一讲,为人民服务之类在心上的事。 在心里,在意思里面。 你不能在制度上,在制度上不是死的东西。 制度上制定了,我作为院长我也只能制定。 每天欠费的就不能停止治疗。 你只能这么讲,你还这么讲。 制度是无情的。 但共产党人是有情的。 你群众啊,我也不是敌人。 但是到了妇虏,你该治还是要治。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群不虚了。 我们党,特别有一些干部。 尤其中央领导,就是咱们这些小官窑, 还有一点全不知天高利口。 所以越是跟群众, 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这个阶层, 最有点出事。 腐败,直接就在这里发生。 而且这种发生的,你别看他官那么大, 他的影响特别坏。 他联系是广大的群众。 他一个人腐败,闹几天,金钱也不多, 但是他的影响的面特别好,特别好。 川普班在这样发起,最容易抱我的, 一加个就抱我的, 因为他欺败了好多群人。 坑了很多群人, 容易就抱我的。 所以说你的问题,双管系统。 党要自行,要自立。 在大陆建设上, 我觉得现在大陆建设上最重要的, 开门党建设, 什么叫开门党? 群众起来,帮助我们搞政党。 没有这一条。 党自身靠自己来, 找一个风景人生的地方, 咱们在那里开个会, 读起研文件, 然后结合工作程度, 自己的工作, 反思反思, 说些不同不样的话, 然后制度化, 唱些话。 这就行了, 制定一个制度说, 咱们党干部到下面去视察工作的时候, 啊,四彩一趟。 写的文件。 我跟你说, 你别笑, 中央文件上有这儿, 四彩一趟。 知道吗? 嘲笑吗? 你想, 你脱离群众, 这就是费事。 咱们有多少干部, 每天下去多少地方。 你多少监督的, 你怎么就数他四彩一趟? 这个盘子多大, 一尺还是一尺五, 还是二尺一年, 有多深? 你没有这些监督措施, 你那些废话。 但是, 如果你要说, 你说你现在八千万党员, 你就靠四彩一趟这个办法去治党了。 这就潜于继穷。 怎么潜于继穷呢? 哪有这么治党的? 你说你毛腿哪有这么治党的? 这么治党, 还打扮蒋介石国民党军队? 还能抗日? 那怎么可能你自己的共产党员, 全力都对付不了, 我就敢说。 是不是这样? 哪有才能这么办吗? 那你可不想脱离群众的高党线就是这样? 我去那个河南安阳的印度区, 他们现在看着高党线。 这个非常好。 群众说, 入党的时候, 群众说你这人是不是做入党先进门子? 群众没有百分之六十通过, 党手笔, 不发达的意义。 预备党员。 已经是党员的, 每年平衡, 百分之六十群众从你不合格的票, 限定一年前。 第二年, 大家还能自己不满意? 自贡推, 确定。 这就实现了党群的特务。 很好。 对党的工作, 这样的事情, 又看见这种办法。 咱们现在不是有平衣吗? 但是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开门, 开门到这里。 谁吸收党员, 然后把群众组织起来, 真正为群众组织起来, 很容易解决。 哎呀, 我不再赞成什么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危险的。 以德治国, 最高兴起来。 全英全英, 为人应付了以德治国。 特别是个心和意, 一定要到, 没有心的嘛, 你靠外部监督啊, 那就是, 就像西方讲, 你这个人天生就是个恶人, 一旦你推我的监督就坏了。 我监督你还找我空子, 就假设你这人已经是个彻底完蛋了, 是吧? 全靠我监督。 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的监督, 最好的监督也是靠群众。 你既然是个大坏蛋, 那就是时时刻刻的监督, 那我没那么多时间。 就去身边的群众来, 你就一刻也投入。 对吧? 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坏蛋, 那也需要群众才能对付他。 所以我想, 这个, 你讲的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多谈起来, 是党群结合, 双半戏下。 演一下, 我觉得, 群众是一方面, 党还是一方面。 那么, 切入里面, 就是咱们在搞党建议, 也开明党下。 不要怕群众。 首先, 不能从心理上不要怕群众。 中国共产党人是怕的群众。 那就不这样了。 历史上没怕, 历史上就喜欢群众, 群众也喜欢他。 什么叫伟大? 那不是自己喊, 那是群众喊起来。 为什么不唯正确, 也是因为群, 正确不得以不犯错误。 犯错误, 群众唯给你解决。 在延安的时候, 毛主一听着, 有人骂, 雷公雷公, 为什么不劈死毛主? 当然, 当时, 你把这个人抓起来, 这个农民抓起来, 信心骂肯定, 骂毛主行。 他骂我都是有道理的, 平常现在骂我, 找了他。 这个, 税数太重。 为什么税数太重? 北南大战以后, 国民党切断给解放纪的东西, 给根据的东西。 山盖林变局的东西, 没有。 财政断。 第二个, 日本鬼子在北南大战以后, 加强了对我们的进攻。 第三个, 我们的机构应该在延安时期, 相对比较和平时期, 康战八年内, 延安没爆发中, 其他人的机构庞大而已。 一个是财政供应减少, 一个是支出要自己加, 一个是自己对务大的。 所以税数就多。 老百姓就有怨念。 这就是一句怨念, 老百姓知道, 你这个怨言是怨念, 但是暴露的问题是可怕之下的。 什么? 哪有什么能够献给反正面呢? 就放了。 放来解决出问题, 必须解决出什么。 所以西书能够说, 理解林先生的第一名, 精明解证, 机构才解决。 第二个, 那你这个前方还是需要怎么办? 他在大生产, 发展生产, 保障问题。 发展经济保障问题。 自己动手风险都是几个风险。 所以他, 人家骂了他以后, 他带将心去梁家里种南瓜钱, 终来去学访棉花钱。 三个九六去了, 南京湾, 轰动那些大生产人都起来了。 不仅解决了, 部队供应给党的机会, 供应给党的问题, 而且还有多余的, 去改善人, 党员的事情。 你看毛皮对待群众就是什么? 群众骂你, 也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群众一仗也在反, 你觉得群众就是闹事儿, 天乱, 风鸣真相, 被少数利用, 你一看你就知道你不行, 你肯定就脱进去。 你恰恰忘记了主席的一句话, 你最愚蠢, 他最聪明的, 你知道的。 你这句话不好, 卖了聪明人干啥事儿的, 肯定是你一句话。 今天杨老师的演讲非常精彩, 时间的缘故, 那么正式将来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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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 谢谢。 。 。 。